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二的旁晚,韓職聯繼續有好戲上演 其中蒲罕製鐵將作客挑戰城南FC 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城南FC已經各項賽事錄場不勝,狀態十分令人擔憂 而蒲罕製鐵上將力虛目持聯賽領頭羊的韋山現代 因此球隊士氣大增,相較之下蒲罕製鐵值得提高一線 城南FC之前十九輪聯賽取得兩勝六和十一負的戰績 以十二分排名韓職聯倒數第一位 可見球隊今季的表現還有所退步 寶組自然成為了他們今季的主旋律 無論進攻或防守 城南FC坤是聯賽中表現最差的球隊 據本哲和穆利錫兩位對內射手都只有三球進彰 他們兩人都是最近兩場比賽中遭到對方嚴防死守 而且鎮中環未有其他人能站出來 導致球隊無力真勝 至於防守方面 城南FC在今季聯賽中只能實現三次的零風 期間大多數失球在主場出現 失十九球 主場戰績自然難盡人意 十次主場出擊只有四和六負的戰績 直將迎來前列分子蒲康製鐵 攻不銳手不穩的城南FC實在毫無資格之力 坦白說 蒲康製鐵近期表現不算好 近四場各項賽事他們僅贏了一場 但有利的是上將憑著今城大的梅康二道 球隊完成韋山現代 以一場暢快臨離的勝利子腿 前十九場聯賽戰白 蒲康製鐵戰職為百姓六和五虎 而據聯賽第三位 與城南FC足足相差18分 顯然今城勝利的天平是向前者傾斜 需要指導的是 許潤中和林雙協等一進攻擊手 已經為球隊攻入了25球 令蒲康製鐵城為韓式聯中 進攻水準排名第三球隊 同時放手都能將坤長室球數保持在一球以內 另外雖然蒲康製鐵近六次對陣城南FC 各錄得三場勝利 但前者在最近兩次當中坤是贏家 可以看出他們近來實力方面 已經可以力壓城南FC 有見及此 蒲康製鐵今仗有望迎娶兩年勝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好幫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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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